遇到这四类老人 家庭将注定走向败落 俗话说呢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家庭中有德高望重的老人 就说明这个家庭的发展前景还不错 还有一种情况是 老人无德 霍连一家 如果老人没有带好头 家里的是非就多了 家庭中出现这四类老人 那么这个家庭注定走向败落 哪四类老人呢 您先点赞 我接着讲 第一 自私的老人 会破坏整个家庭的和气 一个极度自私的老人 从来不为他人着想 一门心思只想着自己 他们只顾自己享乐 而不顾儿孙的死活 哪怕儿孙活得不幸福 他们也毫不在意 碰到了这样的老人啊 这个家庭子女余生 都不会活得轻松 第二 品行不善的老人 会带坏家庭的风气 有些老人的是非啊 是特别的多 把自己的快乐 寄托在搬弄是非上 眼睛看任何东西 都是一脸的不善 说话刻薄 充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